的确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有这个士大夫呢 也就是教授涉嫌呢 来诈领经费 但是也有这样的清洁人员 他们实惊不昧 展现出连结的一面 来看看高雄市这两名清洁员 就在大顺路桥执行家具回收勤务的时候 意外的在一个废弃的衣柜 发现了许多金饰品 还有大把钞票 那么第一时间 他们立刻开着回收车 直奔最近的警局报案 而经过清点 发现这一批失误 这个价值是超过40万 两名清洁员实惊不昧的精神 也让圆景很敬佩 一辆资源回收车 缓缓开到警局门口 两名清洁队员一前一后走进警局 其中一人手上还捧着一袋现金 和大把金饰 确认是金饰是真的 26号早上9点多 两位清洁队员到高雄市大顺路桥下 回收废弃家具 没想到车上怪手一夹 大量金饰和现金 就从一个白色门板 蓝色花边的衣橱 掉了出来 里头不但有59000元的 新旧版千元大钞 还有玉手镯和重达七两的 黄金首饰和戒指 总价值超过40万元 他们这两位清洁队员 毫不考虑的就直接送到拍所来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两位捡到金饰的清洁队员家境不优渥 却在发现失误第一时间 直接送往警局 虽然公务员无法接受施主给的报酬 但他们食尽不昧的精神 比起三成的奖励更有价值 中间新伙王家庭 黄讯阳高雄采访报道